全球矚目的2016里约奥运在8月初举行 今年台湾派出的中华代表队59位选手中 有四位是新竹子弟 分别是射箭队的谭雅廷林施嘉 全集队陈念琴与游泳队的李学院 新竹市长特别在出发前 会对四位选手与教练并献上祝福 期望他们能为新竹市争取最高光荣 那我想能够代表台湾到全世界 跟全世界的好手竞赛 我想这是他们最高的一个荣耀 那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很希望 我们这四位选手都能够在赛事中 得到最好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他们在过去长时间的培训 努力之下一定有最好的成绩 射箭是台湾夺金希望浓厚的项目 教练尼大志指出 选手们经过四年来的洗礼技巧与心灵 都已经更上一层楼 有信心可以在奥运上取得佳机 现在就是因为已经 就是进入就是备战期了嘛 对那我的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我在做一些 场上的一些心理准备 对那我觉得对于比赛 我自己非常有信心 对因为平常我觉得 我训练上已经有做足很多的准备了 对所以面对比赛的话 我觉得就是以平常心看待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有信心 像刚刚雅婷讲的我们平常的努力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可以拿牌 我想我们的准备已经都很有信心了 不过射箭比赛还是临场的 这个状况是最重要 我们希望选手在面对临场的时候 能够稳定的发挥我们平常训练的水准 首次参赛的女子拳击手陈念琴 也是此次夺金希望浓厚的选手之一 他将与拳击教练柯文明 一同努力共同为台湾争取最高光荣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奥运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这么大的比赛能够给我的挑战以及压力 然后我很享受这过程 我们现在明天就要出发了 那现在我们状况已经调到差不多了 怎么要差不多呢 就是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参加比赛 那比赛的结果怎么样 就是有时候还得靠一点运气 所以希望大家极其让我们加油 为我们加油 外表斯文帅气的李炫燕 是新竹市最优秀的游泳选手 今年在游泳项目上达到奥运逼标 以外卡的方式获得奥运门票 教练李明昆指出 李炫燕的实力有机会打进16强 这次奥运只参加以上 就是200公司挖士 也是我自己满拿手的项目 对那这次 其实我看了一下报名的成绩 其实我是算垫底 所以我虽然有在进步 就是在突破全国纪录 但是很像还跟世界上有一些差距 所以必须要再自己再加把劲 对那这次去的话 至少要让自己的成绩 就是有所突破 如果说我们能再进入16强的话 下一届我们可能就有这个 一个基准来信念一个前八名的选手 那个也希望说 燕燕是很有希望说 能进入到16强的机会 四年一度的巴西里约奥运 将在8月3号开幕 持续到21号为止 四位选手都展现出高昂的斗志与信心 希望市民朋友一块关注他们的表现 也替选手们加油打气 大家好 我是李思嘉 我是台亚提 我是李炫燕 我是陈建勤 2011号里约奥运 请为我们加油 凯破新竹林彦斌 实习记者简佩军采访报道